有7位玩家 即使是最少的 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Wa King Young 也依然是有47个潜注 93万的积分牌 所以各位玩家之间 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拉锯 然后看见Robert Flink 刚才经过那一手牌 现在成为这个比赛中积分牌领先者 有104个潜注 然后呢也跟Paul Foy一样 同样的是104个潜注 两个都是我们这座的chip lead 现在盲注为潜注2万 大盲14万 那这里枪口位 这边Timberfei马上拿了一对A 那这里选择 加注到15万的积分牌 可以看到我们的chip lead 在前这位是加注了很多的次数 那么对手在他这里是不太会 对他的一对A 这里是撞到了一对A 特别的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如何在翻前进行一个对撞 这边是10%多的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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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x10 10 然后10啦 不过一次你不能够用 OK 那是一辈子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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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马上去掉了 跟住了 这是一场比较有意思的场景 我们看到我们的传统秀是继续保持昨天晚上的烫手的手感 那这个Rimble面是给所有的玩家 没有任何悬念的chop 这个玩家在昨天排路非常的好 在短短的20手牌之中拿到了超过一半的top range 这里破坏 畅可谓拿A钩的牌 这里破坏 畅可谓拿A钩的牌 在枪口位直接用A钩选择加注到14碗 在枪口位直接用A钩选择加注到14碗 那这里到cutoff位的Rakimov拿到K-Go 统华的牌 选择了7牌 那在这里取差了庄家卫 也来吃牌了 那这里破坏 顺利的拿下前注和大猫 好够 别担心 稍微有确保 好够 大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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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Chunk为加1 Ivan6跟住了4万 然后我们Action到了Flink 他拿A8童话的牌也选择跟住 那这里Rakamov在Hijackway 拿到的是A10童话的牌 他这里选择做一个20万的挤压 在后置位都没有遭到抵抗 面对这样子一个20万的挤压 我们后手有200万的Flink 给他带到了一个16万对54万的一个赔率 还是选择放弃 谨慎地气掉了对踢脚被对手压制的底牌 并且是在不利的位置 接着请 這裡Rakamov又再次拿了A10的牌 這裡直接加注到145,000的積分牌 看見Cut-Off-Way這裡Pont-Foy拿到了一對10 了解一下對方後手還有多少的積分牌 看他會如何在觀沙位選擇遊戲這首一對時選擇跟注 那這邊我們看見Way King在莊家衛拿到一手不錯的牌 也是K-GO下滑的牌 那在這邊他應該也會考慮跟注吧 那如果在他覺得Rakamov 他這邊直接選擇氣牌那在他應該後手他覺得積分牌不夠的情況下 他選擇放棄了K-GO的牌 在這裡發出來是A圈勾的面 這裡Rakamov馬上中了頂對 這個牌面對於Pont-Foy來說是比較的不利 因為他應該能知道對手的開始範圍之中 幾乎所有的Range都已經去把他一對時給反超了 對手在前周圍的開始範圍中 應該所有的組合都已經反超了他的事實 沒有任何一手牌比他弱 面對這個175,000的下注 他能買的都是RUN2 只有4張K 4張K會為他帶來24%不到的贏率 這裡10不是他的二字 雖然我們從上低視角是可以看到 如果初十的話 他的三條石是比對手的A10要強的 但是在敵方底牌不可知的情況下 10並不是他的奧子 我們通常在算自己的出入有哪些出牌的時候 需要算的是兩種奧子 一種是硬奧子 一種是軟奧子 所謂的硬奧子就是 出了這些出牌之後 你是知道你的牌一定是比對手大的 就比如剛才的情況 如果出K的話 那麼他的牌是一定知道 比對手大的 或者說是大概率比對手大的 那軟奧子就是說能提高自己的牌力 但是依然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我們在計算奧子的時候 一般性是只計算硬奧子 一般性是只計算硬奧子 我們 艾文六是利用裝備的優勢 去遊戲他的A9雜色 直接是一個天葫蘆 都不知道怎麼輸 可以看到他的盈率直接來到了99.6 對手只有0.4%的概率拿下這個底齒 我們來看看 艾文六在空有位置優勢 沒有任何 銀牌面的情況下 如何去 把他選擇做一個 利用位置做一個小的下注 在這個66K的牌面上 依然是沒有任何的角牌 並且是66K雜花 其實我們這裡的破法 如果去夠牌跟注了這個下注的話 展現的牌力就一定不比艾文六要弱了 然後這邊破法選擇跟注 然後這轉牌帶來一個圈 沒有給艾文 更加強牌力 然後不知道艾文會這裡 會繼續下注嗎 破法再次射卸井過牌 這邊破法再次合牌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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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艾文六也選擇放棄 那看見破法這裡是翻牌就馬上中了葫蘆 哇 真是 陰塞口 切 切 然後他說他很陰險 就不停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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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看見破法現在排名為第一 一百二十個前注 也是這賽事中 百分之二十二的積分牌在他手上 我 剛才那手牌可以看到我們的艾文六在對手 就在非常乾燥的面跟住了他的第一條街下注球 就沒有進行任何的試圖偷取底池的行為 因為的確在66K的牌面上是沒有任何腳牌的 他幾乎是很難用兩槍的代價打走對手的成熟牌 所以如果他在TEN上選擇放棄 那麼River他也是投不動的 那在這邊我們看見趨撐了拿的是勾巴 在槍口加一的位置直接加注十二碗 然後呢這裡破法拿到了一對圈跟住十二碗 然後呢我們看見下一位的Ivan Liu 在這邊是拿到了一對K 直接推了O-IN 117萬的積分牌 那這裡全圈是應該要大概率會選擇一個跟住了 那面對一下Ivan Liu的玩家Pofua他在這邊應該想自己還是領先的 還是不知道是這邊Ivan Liu他手持的是一對K 那這邊Ivan Liu的51個前組 那這裡Pofua說了一句 積分牌很多耶 我們看見也是Pofua一半的積分牌 可以看到那這裡對手的範圍就比較窄 他只能跟AK55開 然後看見這邊Ivan Liu獲得有83%的盈利 那現在Pofua非常想看見的是一個圈 目前牌面並沒有對任何情況有所改變 那這裡Pofua需要看見的也就是裡面剩的兩張圈了 那這轉牌就馬上掉了一個圈 現在我們看見Ivan Liu在這個裡面需要 其中一張K看他合牌是不是可以擊中 那並沒有 那這裡我們看見不幸的Ivan Liu在這個比賽中被淘汰了 這也是我們的決賽中第一名被淘汰出局的玩家 那現在這裡還剩六位玩家 在淘汰兩名玩家他們才可以進入到獎勵圈 那這沒有辦法啊 這有時候拿到牌不一定一時你可以贏 而且是這種非常對他有利的情況下 KK對圈圈 我看到他在淘汰之後 跟同樣遭遇到淘汰的彈圈 在賽場邊上 坐下來喝一杯聊一聊 那這裡Paul Fuat 現在手上有190個籤組 那也是我們這個比賽中 遠遠幾分牌領先者 將近有400萬的幾分牌 將近有400萬的幾分牌 目前我們繼續為大家帶來的是傳奇撲克 2019年紀州戰 超高額買入豪客賽 系列賽的最後一場賽是10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賽事 這場比賽吸引了37手買入 每手買入的報名費是100萬港幣 目前場上還剩下六名玩家 其中前四名玩家可以獲得獎金 140萬?140萬? 140萬? 30萬 那這裡翻牌前 經過Waikin Yong跟住的情況下 Flink在這Hijackway拿了K圈 架住到13萬 那這裡順利拿下底翅膀 我叫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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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0 30兵不是玩 我们的Pofra是作为筹码领先者,又拿到了一首X-King,在窗口的位置。 这里加注到14万的几分盘。 这边乘乘送Hijack会,拿到了一对K。 他直接选择All-In,打得非常直接。 这里Pofra马上扣。 他当然希望对方也是AK,但是看见对方却是KK。 在这边Pofra想看见的是一张A。 目前两位玩家是一个三击开的对抗。 MVS-King. Ace-King on flop,Ace on turn. Ace-King on flop,Ace on turn. MVS-King on flop,Ace on turn. 如果翻牌不带来十勾A,那他就基本上结束了 那么成功的得到翻倍的川普汤秀,现在是同样来到了一个深筹码 可以看到我们的川普汤秀也是打得非常紧 这边我们看见Wan King Young暂时是这座几分派最小的外家 这类川普汤秀马上拿到了AK组合的牌 我看见他只有打AK,那这里AK他也一定不会放过 这里看他加住到15万的几分牌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得到差牌的时候 我们的川普汤秀,从这场比赛刚开始到现在 他的手牌的运气偏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那这里我们看见Wan King of Hijack way 也手持着AK的牌 那直接打了一个Oing 那直接打了一个Oing 在河关清点完他的筹码之后 在河关清点完他的筹码之后 总数是187万5千 选择盖牌 打得真的非常的紧 不想跟对手做任何的波动 那在这边比较靠近讲金圈的时候 玩家们在这里他 Rakamo并没有选择在家做 他就选择了退Oing 然后呢,因为这个动作 让Ch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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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选择7排 那如果他想对方是圈圈 或者AKK的这种牌 他并没有优势 那我们也看见 如果Chang-Chang-Chang-Chang call Rakamov的话 然后输了这个底次 他将会变成 这座最少几分牌的玩家 所以他也会考虑这一点 那这里我们看见Flink 枪口位 跟注4万的几分牌 然后呢,这边Rakamo 拿到A9童话的牌 也选择了跟注 那现在Action到Trueteller Kuznetsov 这边他是Hijackway 拿到A7童话的牌 那他作为一个翻牌前 比较激进的玩家 他在这里选择加注到20万的几分牌 可以看到他做了这样子一个加注之后 把低了尾成功的赶走 那么他成功的抢到了这个庄位 这样子进行翻后的话 他将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没有人抵抗 他直接就收到了这个底次 那这也是我们看见Trueteller 跟别的玩家打的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在后面他会做击押比较多 然后呢,他选择的一些手牌 不一定是很强的 这边我们看见Paul Foy 暂时是这桌的几分牌领先者 是126个前注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来自马来西亚的Tron Tron Siu 拿115个前注 然后呢,现在 几分牌最少的是Wa King Young 34个前注 然后我们现在前注 级别为2万4万 在Hightjack位 选择用K勾杂色来进行加注 我们的Wa King Young 是剩下了65万 那他没办法在游戏这个圈时杂色 面对这样子一个家注 那正好将位这边Flink拿到是A圈 不错组合的牌 两位玩家的后手筹码都比较深 那他这里选择去靠近去打一个翻后 并不想跟对手在翻前制造太大的波动 那这里一个面发出来的是AK6 两位玩家都有击中 分别是击中了顶队以及中队 并且踢脚两位都不小 那这边因为Paul Foire是翻牌前 家注的玩家在这里选择继续下注15万的几分牌 我们面对Paul Foire这里的一个CBET 他继续选择跟注 底池来到66万 击中选择 顶射折牌 打合牌了 对手的范围其实是略有点失落 我们这里flink可能依然会下一个加蜘蛛 下了三十万的几分牌 半吃不到 就看对手范围里的一些k能不能支付他 甚至是一些踢脚没有击中的A小 A7 A9 A10 波法可能觉得这里想要抵抗 他会考虑到玩家在这翻牌的时候 试买花或者顺 然后听牌破缠之后 合牌选择下注 确实跟住了 这里不好笑的消息就是flink 手上是三条 拿下了底池 是 最后投票的时候 只os 非常高 可以看到这手牌我们的枪口位 拥有两百万几分牌 正好一百个前驻的 Recky Move拿到了K10杂色 选择直接起牌 那这手牌 Jutella是一定会玩的 Jutella在这里选择 我估计又是一个家住 这手A9同色是在他的家住范围里 好 他这次选择了跟住 去平衡了一下自己的范围 可能他自己也是觉得 在这张桌子上 他的形象是有点 太过于宽松了 直接是现在都各自有击中 好 好 这里他继续做一个十二万五千的领先下注 然后这边手持抵对的 TongTong Show 选择 气牌 然后呢这里我们看这Team的飞拿下了底子 那这些职业玩家们都会考虑这牌在后面几条街的发展 那在这边我们看见Gojo 这边我们看见 这边我们看见 枪口位在这里Kuznetsov跟住了四万 Paul Flau也选择跟住四万 那现在是经过中央位的过牌 我们是四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那这里发出来的是Kuznetsov 这边在这边看见 这边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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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玩家都选择够牌 在转牌的一张A是为两位玩家拿到了Natschent Natschent 这个Bout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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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就是不想让任何的脚牌就是脚了 这就要打了 阿文 你看 四张蛇人家打多少 好吗 五六倍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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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两位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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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二位 三位 这两位玩家分了第一次 那这个盲族级别现在升到两万五千五万 在掌盲之后 玩家的筹码越来越短 总是给他发十八杂色 同一手牌 这有时候几分牌少的情况下 你非常不想见到的就是这种垃圾牌 然后呢是我们说的Card Dead 你如果有任何可以打的牌 就可以打all in 抢下盲族 然后我们也看见这边 大家付的签注有两万五 然后呢大盲是五万 而在长牌中你往往会经常Card Dead 一死就死可能两个小时 短牌中由于牌力持的变化 这种情况不太常见 那我们直接来这里是拿到了两队 他应该会用一个第一两队在这里下注 很轻易的那下了底池 这边我们是休息 大概十分钟左右 关注朋友们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对 依然是我们的六人桌 一会儿我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传奇布克 2019年这场系列赛的季州战最后一场比赛 一百万港兵买入的短牌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刚才并不是赛场休息 而是玩家们要求上一下洗手间 所以我们这里马上回来了 我们这里要看见 Flink 拿到了97童华的牌 在枪口加一的位置 选择加注到13万的几分牌 只有庄家位的Pofua在这边和他看翻牌后 这里我们看见 那这边Pofua选择演一下 那在这个面上只有A勾 现在是领先Pofua的 然后呢并没有买花的面 那这里Pofua 不怕 对方手上有很多脚的牌 那这个转牌带来一个勾 那我们看见 这里马上变成两位玩家 分底池的情况了 那当然手上有任何张A的话 就是这个底池的赢家 这里Flink选择继续过牌 这两位玩家 因为任何A在这个面上是顺 他们都选择了锅牌 这盒牌 两位玩家也是选择锅牌 这里就分钱了 这里Flink 很幸运的 在这个翻牌Pofua 马上得到顺子的情况下 在转牌 就出来了他 他的奥子 两位玩家分下底池 那现在Pofua 损失了一点 这边几分牌现在掉到76个前注 Kwok 给你一张 你还给你 Hajak 这边Kuznetsov 这边Kuznetsov Treateller 拿到A10的牌 那他一般 在拿 这种牌的后卫 一直会选择家注的 那他在这里 拿的也是家注的筹码 选择家注到175,000的几分牌 选择家注到175,000的几分牌 那我们看在这边 我们看在这边 Waiken Young 继续非常烂的起牌 现在 他是需要 这桌上最需要翻倍的玩家 现在是筹码最短的 那我们现在也是 进入快是泡沫期了 现在桌上是六位玩家 四位玩家是可以得到奖金的 那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边给大家做的是直播 然后呢是比赛场慢半个小时 那这样就 玩家们不知道 那些玩家们的手牌 那这里三位玩家 进入了翻牌后 这里看见 翻牌是176的面 那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见 Flink 手持的A勾 是 现在最领先的一手牌 那我们看见 Kuznetsov 在这边拿到A8 有买卡顺的机会 选择下注了 十二万五千 那这边我们看见 这百分比最领先的玩家 这边是 这边的A5 被Kuznetsov 打了7排 那这里 Wa King Young 是不是可以拿到一手 这次改变 这次改变 运气 那这里做了一个跟注 那Flink在这里 Cutoff位 选择有A9的牌 加注到20万的几分牌 然后呢 只看见 这两位玩家 都有起牌 这短牌里 位置优势 是非常重要的 这位置优势 是翻牌前 最后 一个做选择的玩家 然后呢 翻牌后 也是 看见前面玩家 做决定之后 才做决定的玩家 所以 位置优势 长牌短牌里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 哈哈哈 那不了解这个游戏的 观众朋友们 这是德州扑克 这也是不同的一种 德州扑克 因为它是短牌 这意思就是说 2到5的牌 是被抽走的 然后呢 每个玩家 有两张底牌 然后他们可以用 手上任何 0张或者1张 或者2张的底牌 在一个 5张公牌的面上 做 一手最好的牌 那也就是 我们知道的那些 镇上有的那些 那个皇家 童话顺 是最好的牌 然后呢 就是童话顺 4条 这样的牌里 所以 在这边 在这边 短牌的情况下 我们A 是可以当做 5用的 那这里看见 那这里看见 破发枪口加1的位置 跟住了5万的几分牌 然后呢 这 也选择了跟住 然后Rakimov 在庄家围 过牌 好 打开 这边这个翻牌 三位玩家都选择了过牌 我们看见这个转牌给破发带来了很多的out 他这边是任何梅花或者任何勾是可以拿银下抵制的 那当然在对Rakamov一位玩家的情况下 这边A也是破发的 那这边他选择用顶对的牌 起牌了 这边是什么意思 这边有点热钥 那这边积分牌,我们看见Robert Flink现在是这桌的Chipleta,现在前驻是110个 然后呢Waikin Young现在掉到只有16个前驻了,也是我们现在最危险的玩家 这是一个多打可以多控制情绪的一个游戏 那有些玩家说我一天可以看见20把白币,那你经过每天打锦标赛可以看上20把白币的话 你经过一年之后对白币就无所,没有任何感受了 也就看着发出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吧 情绪方面都应该会调整的很好 那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这里分别是Ago跟K9在这个面上 并没有一位玩家有击中队子 那在没有击中队子的情况下 一般是在后面位置的玩家可以拿下底池 这是谁下注,谁赢得底池的情况 那这边我们看见Pofar过牌给位置优势的玩家Tutella 他选择下注22万5000的几分牌 拿下底池 拿下底池 All in blind We're ready for you You always open in front of me I can not show Wakim说Pofar一直在他前面的位置夹住 他没有办法推出来 那我们这里看见枪口味的Wakim总算拿到一副可以玩的牌 他在这边拿到了10K圈 选择All in 38万5000的几分牌 然后呢这边我们看见Flink 在前面的位置的情况下 并没有选择去跟住 然后呢这边Kuznetsov 拿到K9考虑了一下7牌 Pofar7-6的牌也选择了7牌 从这里来的是同龄足建人 不会转一切 ベト万三打 SEVERAL Vana天� resolution 21数选择 WWW 这座座 창